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事件的角度 来介绍这四卷书的内容 那么从这堂课开始呢 我们要从律法书里面 这个律法的条文里面的介绍 来和各位同来分享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 律法为什么会产生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当神把以色列人 白白从埃及带出来之后 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 律法其实是立约的内容 或者也可以说立完约了 这约里面有一些规定 这个规定就是律法 以色列人被吩咐要做圣洁的国民 要做祭司的国度 要做属神的子民 怎么做呢 律法很清楚的规定 你们要活出跟你们周围的这些列邦 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态度 或者说不一样的价值观 用这一个属神的生命的展现 来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 这叫做祭司的国度啊 你用你自己做圣洁的国民 来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品格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这也是亚伯拉罕之约啊 讲怎么样透过以色列这个民 要赐福万国的一个途径 一个方式 所以这些律法的规定呢 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那么当然 在这一个律法的这一个规定里面 有很多很多细节 但是主其事或者它的根基呢 我们一般称它为实戒 这个在初埃及记跟生命记里面 都有两次的记载 这个实戒的内容 是诸多的一些条文的一些规定 的一个基础 然后从这个基础上 延伸出很多以色列 民与民之间啊 人与神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个规范 所以当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这次所用的方法 就是以实戒做根基 然后把各卷书 或者出埃及记啊 历威记啊 民述记啊 生命记啊 跟实戒有关的经文 通通集合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一次来看 神对于这些定规 或者这些律法的规定 这些诫命 祂是怎么样子吩咐的 那我们从这个层次里面来明白 那么当然 那律法以实戒为根基 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看见 有一些条文的规定 那么跟实戒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仍然是属于律法的 譬如说有一些民事律法的规定呢 有一些词汇律法的规定呢 还有一些叫做礼仪律法的规定呢 这些规定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课程里面 也会再跟大家来介绍 那么有一些 譬如说礼仪律法 今天来看 好像都已经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 全部都已经成就了 预表的功能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查考它 让我们明白这些预表 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而这些意义到今天 我们仍然是要去尊重的 去遵守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由于这是一个课程 是一种汇总式的一种 介绍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提供讲义 所以欢迎您加入 这一个成心之光的 这一个网站里面 它会有提供 你怎么样得到这个讲义的方法 那么你们如果手上有我 已经编写好的这些讲义 那么跟着讲义的进度 来听这个课 我想你会更容易的去明白 总之我们盼望透过这些努力 让各位在读到圣经的这前几卷 特别是有关于律法这些规定的时候 不要因为这些条文的限制 而拦阻了你亲近神 你愿意好好去读神话语的这些心智 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些困难 明白了 并且能够去遵行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从属神的生命里面 被更新 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被蒙福的对象 这是我想我们主要的目的 好 那么今天第一堂课呢 主要是要讲到十戒 以十戒做基础的 那我们一般都明白啊 十戒 可以分为两大类 前四戒 后六戒 前四戒 对神 后六戒 对人 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先跟神之间 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 在这个基础之上 活出一个与人正确的关系 所以十戒 前四戒 前四戒 讲到人与神 只有独一的真神 不要拜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子的名 要守安息 这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 后六戒 我们就开始讲到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婪别的人 还有包括第一条 当孝敬父母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里面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个 次序的一个观念 而这个观念 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 律法不是只是一些死的条文 你去遵守 如果你的生命不对 如果你跟神之间 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这些律法 对你来讲 你也守不了 所以到了新约时代 你看见 在旧约完成以前 我们看见 律法的功能是使人之罪 没有律法之前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觉得自己也不错 抚养无愧于天地之间 但是等到神的 那律法一公布之后 你就发现 我们不单单 不只是不做一些 很低劣的品格的行为 这些作为 我们还有好多 该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去做 律法里面有词汇的 这些部分 有怎么样人与人相处 这些积极正面的 我们都没有去做 所以如果是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 正确的明白 神怎么样子 把一群人 从埃及 那个不认识神 活在老我 罪性泛滥的 那个土地里面 带出来 然后要把他们 带进那个应许之地 环境上是有个改变 但是在进入 这个美好的环境之前 神要先预备人 这个原则 到今天仍然实用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白白的领受救恩 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 那是好的无比的 但是人有没有预备呢 还是我们会变成像一个 宗教人士一样 我们只祈求神 改变我们的环境 而我们这个人 是不被神改变的 这样子是背道而驰啊 基督徒必须要明白 属神的这些原则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限制 是一个质固一样 不是 祂是神帮我们 带领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的一个途径 所以这些规定本身 都是甚好的啊 我们有这样子认知 我想对我们生命上的 一个长大 跟我们预备好自己 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 大家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好 那么今天第一堂课呢 我们先要讲 这一个十届的第一届 到第三届 就是独一的真神 不可拜偶像 然后这个 不可忘成耶和华神的名 并且我们把从 初埃及记 立位记 民宿记 生命记里面 有关于这三条诫命 相关的经文 把它汇总在一起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 看得明白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里面 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认知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说 第一条诫命 除了神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之外 独一的神之外 我们也谈到 律法里面规定 那么我们跟邪灵 跟魔鬼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处理 在不可拜偶像的这一条部分 我们也谈 除了不可以雕刻偶像之外 神也要我们 拆毁那些偶像的那些 崇拜的那些作为 同时也要注意 我们要按照神所定的方式 来敬拜神 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在不可望称神的这个名的这一节 这个律法里面 相关的经文里面 要不可亵渎神的名 同时呢 也有与关 许愿 许愿你是指的神的名许愿的 那你许愿要不要做到呢 那许愿有什么状况呢 我们要去了解 那么对于一个人 许的一些特许的愿 你要怎么样还神的愿 这是很重要 不是随便说完了就算了 不是 然后当然我们也还会提到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许愿 就是拿希尔人的这个愿 我们也会在这一段 相关的经文里面来提到 好 首先我想我们就来谈第一条 叫做独一的真神 诫命的第一条 诫命的第一条 讲什么呢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神学家告诉我们 从圣经整个的研究 从创世纪开始到 新乃山这一个颁布实践之前 以色列人开始有独一的神观 就是只有一位真神观 其实应该是从实践开始 实践以前的这些列祖 亚伯拉 以撒 雅各 他们可能对神有认识 但是是不是认识的那么清楚 有限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读啊 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 还有一个他这个 寻求神这个祈福的碑 还有一个 这个帮助他去了解事情的 这个占卜卜的碑还有 那约瑟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已经领受神 那么多的带领了吗 怎么你还有个占卜的碑 所以我们从经文的发展 也就是启示的渐进性里面 可以明白 以色列人认知宇宙之间 只有独一的真神 其实是从西乃之约开始 不单单是真神 而且才是唯一的 这也是今天所有的 属乎神的儿女 很重要一个观念 我们对神的认知 到底是什么 我们觉得满天神佛 啊 耶和华上帝 大概是比较好的那个 或者能力比较大的那个 好像那个时候 巴比仁王 尼布贾尼撒 对神的认知也是这样子 啊耶和华上很大 他经历了神的管教 以后他看见神的作为 他觉得神很伟大 但是呢 除了神之外 还有满天神佛 我们的信仰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只有独一的真神 这位真神是 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从新约罗马书里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认识神的一个途径 所以 实践的第一条就讲 只有一位神 不是满天神佛啊 我们到了美国啊 我们就拜 基督教的这个上帝 我们回到亚洲 我们就拜各种神 我们自己人所设立的神 不是这样子 跟着处境变来变去 宇宙之间只有 独一的真神 这是基督信仰 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在实践里面 这也是第一条 所以你不要乱拜 不要到处乱找神 不要碰到了问题之后 哪一个神灵 祷告了 祈求了 祂给我成就 那就是神 这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 实践的第一条 讲的就是这个 然后 所以在这个相关的 经文里面 不论是出埃及记啊 或者是在立位记啊 这些 这些经文里面 都有记载这些 相关的那些经文 那么讲到 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一个 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 看见 圣经里面出现 有个叫耶和华的使者 这个使者在谁 是谁 我们发现这个使者 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譬如说 在这一个 出埃及记 第23章里面讲到 说说看哪 我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祂是奉我名来的 你要 你们要在祂面前谨慎 听从祂的话 不可惹祂 因为祂 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那这个人是谁 这是一般的天使吗 是那个福役的灵吗 好像不是 因为 因为我们要听祂的 祂不是只是一个 Message的传达者 祂是由主观意识 表达的那一位 所以这位使者是谁 那么神学家给我们看见 在旧约有称为 耶和华使者的这一份 或者我们称为 这个 英文圣经 把它翻成angel 这一位 它其实有两种 陈述方式 一个地方讲到 theangel 用定罐词 theangel 有的时候用的是 普通的罐词 erangel erangel 这两个不一样 当用到theangel的时候 这些经文所描导的 这位天使 基本上常常是 以第一人称 神的第一人称 说话 他不是只是 传达一个讯息 他本身就像神一样 在说话 有的时候 他也接受敬拜 所以 有些神学家 从启示的见经里面看 这个有可能是 圣子在旧约的一个出现 那这我们从 启示的见经 列祖不知道 只到有一个 这么出现 神吩咐他们要听到 那么所以 在这个独一的真神里面 我们好像从这边 隐隐约约 已经看到 那个三一神的概念 除了有那位 独一的真神之外 也有一位 这一位 我们称他为 耶和华的使者 这是很特殊的一位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有这个观念 那么有关于 圣灵的工作 其实在旧约 我们也看见 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 他是有位格的 圣灵与什么人同在 与士师与君王 有心知同在 他们就有能够 做出一些奇特的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旧约的时候 的一个圣灵认知 所以虽然我们讲 旧约讲 独一的真神 但是事实上 从经文的表达上面 神在 启示的渐进性里面 已经让我们看见 神的一个 三一的一个属性在 所以有这样子认知 我想对我们了解 神的话语 是有帮助的 所以各位 从我的讲义里面 你可以看见 整理出了很多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 一个经文的 一个记载 让各位去明白 那么另外 我们也看见 除了有从 神那边而来 天神之外 我们也看见 横古岛以前 就有所谓 先知的出现 在生命记 第十三章里面 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的 或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 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懂 那先知 那个做梦之人的话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从他后面的记述里面 这边所讲的先知 或者做梦的是假先知 很早以前 就有这样子的一些 冒神之名 而来传达神话语的人 这个我们要注意 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 人碰到难处的时候 人不愿意去寻找真神 人就自己造神 那有一些人 就利用人的 这样子的 一个软弱的现象 就自称为先知 不敢说是神 但是呢 我是先知 我有从神来 特别的教导 很多的异端 都是从这里面来 我个别跟神有个关系 然后我来传达一些话 你们就要听我的 这种假先知的作为出现 甚至于圣经在生命纪 其实在13章告诉我们说 这些假先知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可能 他如果能够行一些异能 那更不得了 大家都盯了 有些神经歧视出来 我们其实要了解 行使异能 不是只有神 撒但鬼魔又可以 如果异能能够欺哄人 迷惑人 能够把人吸去 撒但会有这个方法 所以在生命纪13章告诉我们说 纵然有一些人说 他是从神来的 他要传达神的话 而且他行的一些神迹 也会出现 可是你要辨别 他行使完这些神迹启示之后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 如果是要把你 带离独一的真神 来你去侍奉别的神 不是真神 假神 那这就是假的 这个不要听他 这个不要跟着他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你说 那神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 神保守我们就好吗 神没有把我们 放在象牙塔里面 但是神教导我们 怎么样辨别 而且这个成为一个试经史 你跟神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你所想要的 只要有人给你成就 那就是神 好像我们 中国人讲 有些很不好的一些 有奶便是娘 只要你给我 什么都可以 不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 神没有给我们 不是他不给我们 而是他的智慧能力 超过我们 他爱我们都来不及 连独生子都肯给我们了 还有什么 你所要的那些 小名小利 他不愿意给你 但是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作为 他要先装备你这个人 装备之后再给你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受到这些 外在的这些事情的影响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方向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在独一的 真神的这个关系之后 他也特别给我们提到 在出埃及记 第23章讲里面 叫我们 不可以有一些 娇鬼的一些行径 这是很重要的 在生命记 第18章里面 也提到 说你们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之地 那些国民 所行可证悟的事 你不可学的行 什么是证悟的事呢 他说你们中间 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形怀 拜摩洛的形怀 把自己儿女烧死了 献给假神 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 那个人的道德堕落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说也不可以有 占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这些都不可以 你可以看见 这个 你既然敬拜 独一的真神 这些 好像有一些方法 让你在真神以外 可以找到一些启示 找到一些明白的 你就跟得去了 这都是你违反的 第一条的诫命 其实在今天 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 我们发现有个很荒谬的现象 在这个世纪里面 现在越来越强调星座 你是哪个星座的 母羊座 射手座 处女座 你是什么血型 O型 A型 B型 什么型 好像我们觉得 我们都受这些东西控制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去走这些 那些用弥术的 交诡的 行巫术的 过阴的 凡是这些事情 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今天撒旦包装了 他不要像古代一样 穿得很恐怖的 像女巫一样 他不要 他就用这种 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 我们排排指挥斗树了 我们算算命啊 情况下来 神厌恶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 把我们带离了 与神的关系 并且这些事情 基本上 也使我们的老我 不断的控制我们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知道星座的细节 因为那些 不是真理 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 但是有的时候我知道 有人说 我是什么做的 所以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我是什么做的 我这个人就是 比较心直口快 我是什么做的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 有的时候比较胆怯 我是什么做的 我这个人就是 做什么事情 都是积极的 都是要主导性的 这些什么做的人 都活在老我里面 今天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只要你的个性 不合乎神的 不管你是什么做 什么血型 在基督耶稣里面 都要做新造的人 旧人都要脱下 穿上新人 你知道当你落在这种 什么做新作里面的情况 你有时候会给自己 一个借口 因为我是什么做的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了 给自己找到了很多 不愿意下宝座 让主改变的理由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接受我这个情况 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啊 我们要天天脱下 旧人穿上金人 我们要出黑暗 入光明 所以 这边也给我们看见 当讲到独一的真神 也告诉我们 叫我们不要的去跟这些 什么交诡的 这些行为去进行 专一跟从神 那人为什么要去交诡 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 到了这一个应许之地之后 去拜巴黎 亚斯塔路 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看见 那是人跟神之间 关系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不把神当神 人把神当作是一个 解决我问题的工具 所以如果神能够解决我的困难 好神 我就敬拜他 如果我向神所要的 神不给我成就 我等你一段时间了 还没有回应 人的生命就暖落 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哪一个神听话 有没有哪一个神会配合的 这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发现到说 以色列人会认为说 出埃及 渡过旷野 然后进迦南 这个耶和华神可以 到了迦南地人 耶和华神不行 人家隔壁的拜巴黎的 物产丰富了 拜亚斯大陆了 他们的生活上面 可以重情啊 重欲 我们都不行 他们就转了 其实根本的问题 你会去找这些邪灵 会去找这些交诡的 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 已经偏差了 你没有一个信心相信 这位神是全能的 这位神是爱我的 这位神不务实 也不务事 所以我可以向他祷告 将我所要的向他成名 但是什么时候成就 成就什么 由他决定 这是信心 所以很少你看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就已经警告他们了 这个在启示的前 最早的阶段里面 神就告诉他们 不要因为你们跟神心 跟神所说的 神没有给你 按照你所要的成就 你就转换 这个是不是的啊 然后这段经文的后面 给我们看见一个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说 这节经文其实 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就是在这一个 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五节说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 先知向我 你们要听从他 好这节经文 有很大的一些讨论 这节经文 当然这边指的是说 摩西告诉他们说 所以这些经文也指出 摩西是第一位先知啊 虽然有人说 亚伯拉罕也是先知 但是明确的 定出先知位分的人 摩西啊 摩西说怎么样 耶和华要从你们中间 就是在你们中间 属神的儿女中间 他要兴起一位 先知向他 这个圣经原文学者 告诉我们 这边的兴起一位先知的 这个一位啊 他是一个集合名子 他不是说指哪一位 是说历代的先知 这些先知怎么样 要像摩西 什么叫像摩西 就是以摩西做榜样 摩西怎么样 摩西一生在主的 在家中尽忠 摩西认真地传达神的话 神怎么吩咐 他就怎么说 摩西胜过环境上的艰难 胜过这些 悖逆百姓的这些挑战 忠心地在主 这个先知的特质是这些 他说神将来会在 你所需要知道的 真理的过程里面 兴起这些先知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来看 圣经还没有成书啊 他们历代 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 传承摩西这个 与神之间的关系 带领以色列人守在光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给我们看见 前面讲有假先知 就算是行使 这个艺能你也不要听 这边告诉我们说 有真先知 神要兴起的 那么这节经文 其实到了两约之间之后呢 它的意义有点被转换 转换成这个说 兴起一位先知 向我 这个一位就指向谁呢 指向弥赛亚了 所以将来有一位先知来 所以你看主耶稣 在世的时候 有人就问主耶稣 你是那位要来的吗 你是那位先知吗 指的都是 这节经文里面所指的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啊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 祂自己就是那位先知 是旁边的人说 你是那位吗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 哦 弥赛亚就是将来 那位先知 其实 主耶稣不是那位先知 为什么 主耶稣是先知 所指向的那位 神来做人的那位 他比先知大多了 所以 基本上来讲 这节经文的一个 准确的认知 不一定 一定要把它指出 哦 那就是指向弥赛亚 他其实指的是 在历史历代里面 相对于前面所讲的 假先知 神自己会 兴起一些先知 那我们今天看到 除了圣经里面 这些著作先知 大小先知以外 还有一些像 以利亚 以利沙 米开亚 这些先知 都是神所呼召起来 在他们的世代里面 成为神的发言人 所以 对于 独一的 这一个 真神的 这一个 教导上面 我们要很清楚的 看见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 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 第二个 当你在敬拜独一的 真神的过程里面 来讲的时候 你要知道 有神的 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有耶和华的使者 这位到底是谁 这位其实是 旧约 给我们看见 三位一体 真神的一个影儿 已经出现了 不是每一位 天者都是 但是有其中 有特殊的指向那一位 那位是 那么 第三个给我们看见 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 那有些人 奉神的人来讲话 那到底是不是 从神来的呢 有假先知 有真先知 我们要懂得辨别 所以 这一条律法里面 给我们看见相关的 这些经文的教导 很清楚 那么 在我给各位的讲义里面 对于其他类似的 经文的一些记载 都有很清楚的一些 讲义上的一个说明 各位从讲义上 可以明白 好 那么 第二届 第二届讲到的是什么呢 第二届说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以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发慈爱 直到千代 好 这段经文很重要 既然只有独一的这位真神 这位的真神 你不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个形象 好像我们民间的宗教一样 人间人所发明的宗教一样 哦神就放在那个地方 好像受限制里面 神你是看不见的 以色列人在整个心乃山上 他们说 我们看见神 其实他们是怎么样 是看见神的荣耀 神的具体的形象 没有看见啊 从新约的角度看 神是个灵啊 你怎么看得见他呢 他们有听见神的声音 神的吩咐 但是他们没有看见神 所以你不要去造一个神的形象 所以后来你看见 当摩西还在心乃山上 与神命的领诵律法 亚人在山下拜金牛肚 那就是在出埃及基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啊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 立威人起来 急杀他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弟兄 所以你可以看见 神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因为人有的时候 借着偶像的一个存在 常常我们把神局限化 而且我们很喜欢把 不是神的 都把它当作神来拜 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后面 二十一节开头 后面讲到说 人明明知道有神 却不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然后就在自己的欲望里面 去造了一些神 把这些受造之物啊 飞鸟 虫类 还有动物啊 把它当作神来拜 这是人的现象 所以第一条 给我们看见说 不可以 除了神之外 独一的真神 第二个 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雕 那你如果一定要做怎么样 他给你提醒几个 一个神是忌邪的神 这个忌邪的神是什么意思 哎呦神还忌妒啊 因为对别的神 别的根本不是神 所以那个忌邪 不是我们民间所讲的 哦一个人有两个女朋友 哎呦彼此之间忌妒 不是这个关系 那个忌邪指的是 神厌恶那些邪恶的事情 那么神为什么忌邪呢 因为邪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上帝不要 上帝保护我们 不要我们去跟这些 偶像啊 这些邪灵啊 去打交道 这是神的一个保护 神的一个护卫 这个护卫 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护卫的功能是 因为他爱我们啊 只有一位真神 你不要因为有人行神机 向这些偶像 做一点奉献 结果真的有一些 这种奇怪的回应 那你得到利益 你就把神给丢了 错 不要 上帝讨厌这些事情 忌邪的忌 不是忌妒 其他的神明 其他根本没有神明 其他都是人造的嘛 这个忌是指 神厌恶那些邪恶的事情 那保护我们 然后呢 但是他说呢 如果有人恨神 然后怎么样 神就要追到他 明明有神就不要 而且自父即子 直到三世代 这很重要 这个三世代 其实指的就是 你统一时代 还活在的这一些 儿子 孙子 孙子 都在的时候 神要追讨 追讨这个罪 那这些罪 本身来讲 本质上来讲 是有影响性的 上梁不正 下梁完 会有这种影响性 所以神要追讨这个罪 那当然这个经文 到今天为止 也是有很多错误的引用 很多人以为说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主宗犯罪嘛 来追到三世代 所以我们倒了没了 你看看我爸爸犯罪 所以我也复成这样 其实以西结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 父亲也不承担儿子的罪 这节经文所讲的 不是这种说 老子犯罪 然后我们承担 这是心理学所讲的 老子在我的错误里面 找别人责任 所以才研发出什么 认主宗的罪 这完全都是错误 那后面有讲说 这个爱我守我诫命 我必向他发慈爱 直到千代 这两个是对比啊 也就是说 神的审判 神的管教 神更愿意怎么样 赐福千代嘛 是三世代跟千代 三世跟千代之间 那个巨大的差别的比例 是看出这个事情 这不是从实际上的数字上面 所展现的这些 这些关系上来比较 你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可以明白 如果有一个父亲犯罪 那三世代都要受羊 所以他的儿子受羊 结果没有想到 他的儿子很爱主 那儿子很爱主 又要千代受祝福 那请问 在下面的孙子 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啊 因为按照祖父来讲 三世代受咒诅 按照父亲来讲 因为他很爱主 我是千代祝福 那我到底在哪里 这是矛盾嘛 所以可见的 不是这样子解释嘛 他基本上所要传达的 这个讯息就是 要爱神 要尊神为大 不可以拜偶像 但是神的慈爱 是广大的 但是不要忘记哦 耶和华有恩典 有了面 不轻易发怒 但是他也是 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 我们若是肯向神转回 神的恩典 远远大过他的审判 这是从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原则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不可雕刻偶像 它主要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于不可雕刻偶像之外呢 因为他们要进到这个迦南地 迦南地的人拜很多 他们拜祝像 拜石像 拜亚斯塔路 拜巴黎 到处乱拜 所以神也规定说 你们进到应许之地 所以要拆毁偶像的祭坛 这个偶像就是人自己造神 那以色列人是被神奸选出来 是要做圣洁的国民 做祭司的国土 是要向全人类 启示真理的那位 所以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看到原先的那些老百姓 所敬拜假神的方式 要把他彻底的摧毁 这是很重要 那么 因为怎么样 在当时他们这种 人自己造神 人是假神 这个造出来的神是假神啊 那假神不会讲话啊 就是圣经里面讲 这些假神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有口不能言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神跟人之间 怎么互动呢 神跟人之间由人来定啊 这就是基督信仰 跟民间的宗教 最大的区别 人所发明的宗教 因为是假神 不会讲话 人自己发明 神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互动 我们信的是真神 有神自己告诉我们 该怎么敬拜的 所以这两个截然不同啊 那人在敬拜神之后 我们从当时 迦南帝的状况来看 他们拜亚瑟拉巴鲁 拜巴利 他们就自己发明了 很多这种 邪淫的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敬拜 偶像的时候 有这种跟 这种妙计 发生这种男女之间 那淫乱上的 重欲的这种 邪淫的行为 又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然后献给摩洛 来交换恩典这些人 这是谁讲的 这是摩洛讲的吗 这是巴利讲的吗 他们是假神 他们根本不会讲话 这些是谁讲的 这些是那些 发明 摩洛跟巴利的 那些人 自己发明的 自己讲 自己想的 所以 神说你们进去之后 要拆毁这些作为 拆毁指的是 彻底的不要走 他们呢 这样子的一些作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很可惜 以色列人后来 进迦南地之后 没有彻底的作为 结果这些事情就好像 变成 明书记33章55节 所讲的怎么样 结果这些名成为他们 眼中的赤 热下的荆棘 造害他们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神对于说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要灭除那七绝 阿神好嘲忍 你没有看见 那是神保护他们的方法 这群人生给了他们 四百年的时间悔改 结果他们活成 像利维基18章 那样的 淫乱混乱 地把他们吐出去 那些行为 你不要只看见 神的这种 公义审判的可怕 你没有看见 神给他们的机会 但是他们自己 堕落成什么样的地步 这些人的孩子 如果不是神的管教 把他们灭绝的话 他们也会落在 他们父亲 那种生命里面的那种 堕落 他们献给偶像 在那个时代里面的那些 那些迦南地的那些人的 生活情况之下 女人跟孩子 根本没有社会地位 你不要用今天民主 社会里面的状况 来评估 那个时候 女人是孩子 跟货物一样 可以买来卖去的 上帝要终结这样的人 恶劣的作为 像历史历代的人 岂是一个原则 人不可以活成那个样子 人如果一定要活成那样子 人要领受 自己犯罪的结果 也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所以他们进迦南地之后 那么在圣经里面 有关于这条律利的地地 这条律利的规定里面 有很多地方都提到 你不单单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制造偶像 你还要摧毁那些偶像的作为 然后神也特别指定 这是一个很 在立位基第十七章指出 你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 这很重要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以前 在没有律法以前 他们跟外邦人一样 到处献祭 自己找到的地方 想到了就献祭 所以那个 迦南人他们自己造偶像 然后自己在田野之间献祭 因为田是希望神赐福的地方嘛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献祭了 自己就这样子的规定 以色列人在律法里面规定 你不单单不可以雕刻偶像 你如果将来要跟神建立关系 你要去献祭 你要到神指定的地方去献祭 你不可以像以前一样 继续在田野 好像这个 历维基第十七章第五节讲 他说这次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 带到会幕门口 你怎么样 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献与耶和华 所以第七节讲 他们不再献祭给 他们行邪淫所随同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一个定律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这篇经文告诉我们你要敬拜神 敬拜神的方法 也不是由人自己定的 今天有很多人讲 我为神大发乐经 我要做的 我做那个 错了 我们在神面前是仆人 仆人要听主人的话 我们是儿女 儿女要听父亲的话 神怎么吩咐怎么做 在那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看见 神就把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改变了 你们以前随必到处乱献祭 现在开始 你们是做圣洁的国民 祭司的国度 你们献祭的地方 要在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 不可以在田野各地随便见 要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定规他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要在应许地上 你不可以像这个 你要去的那个地上的那些人一样 他们到处乱献祭 高竿上清脆树山上 丘陵上面 到处乱献祭 那不可以 你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们要照 神所吩咐的去做 那我们知道后来 以色列人进这个应许之地之后 其实他们有好几个神所定规 他们曾经在 会幕曾经在世罗 曾经在吉甲 曾经在世间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一直到了大卫所罗门年间的时候 神所指定的这个献祭地方 就定在耶路撒人 所以以后的耶路撒人 先圣殿 所以他有一个过程在这边 那我们了解这个过程 那么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说 哦原来 我们不可以雕刻偶像之外 连我们这侍奉神的方法 都要在上帝的面前 在祂选择的地方去做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你敬拜真神嘛 听神的话 不要自己在那边 自以为聪明 自己去定立一些原则 这也是今天一样 今天有的时候 教会的一些对弟兄姊妹们的代理 没有圣经的根据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就出来 这很危险 遵照神 照神的吩咐去行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给我们提到 那么既然你是献祭 是到神所指定的地方 其实也给我们看见 这个献祭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 十一奉献 这个十一奉献 最原始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也很看见 在这边的经文里面 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 在这一个相关的经文里面 在生命记者第十四章里面记载 二十三节说 又要把你的五谷辛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投身的 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 就是祂所选择要立为祂名的居所 这样你可以学习 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这边给我们看清楚 你为什么要把你收成的十分之一 献给神呢 耶和华神是自主的神 不需要你来供养祂 好像人所发明的一些宗教 我们还要供养他们 不需要 天地万物都是耶和华神的 那既然不需要 你为什么要我们十一呢 这边讲得很清楚 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 十一奉献不是交易的 今天有的时候 有些错误的讲法 你多给神 神就多给你 好像在谈交易 错错错 我们的神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把祂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 还有什么祂不肯给我们 还要我们去交换 所以十一奉献 不是说拿来给神 讨神的喜欢 贿赂生命 不是的 操练我们敬畏耶和华 怎么样操练 你为什么要把十一给神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我能够有这些丰收 有这些东西 神的恩典 我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神 我从我的心里面 表达对神的尊重 其实我们知道 所有的十一奉献 最后是给立位人 给祭司 神也没拿 那些只有烧在那个台上 就烧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 今天教会 不要因为自己有些财务的压力 就用各种方法 吹逼弟兄姊妹们奉献 弟兄姊妹们 应该遵守十一奉献的条例 但是不是为了去 交换恩典 也不是为了解决 教会的财政问题 十一奉献是操练 操练他们敬畏神 我自己在曙光教会 侍奉啊 我实在有这样子 属灵上的一个经历 我们教会 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没有自己的堂 没有固定的资金 我们就开始了 2008年教会就开始了 那时候真的 也从零开始 但是我们有最宝贵的就是神 我跟各位讲 今年2022年 我们教会十几年来 没有一年支出大于收入 我们在讲台上面 极少要求弟兄姊妹们 十一奉献 基督要奉献 然后又教会钱不够 我们不谈 我们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 弟兄姊妹们带着感恩的 敬钱的心 自动会奉献 过去这两年 疫情的期间 很多教会都停止聚会 我们也是一样 回到网上聚会 那教会实体的那个奉献 都进行不了 但是我也做见证 跟各位讲 这两年多来 我们教会 仍然是收入大于支出 教会是神的 祂负责嘛 我们负责把真理传扬清楚嘛 所以这节经文 要记在心里 生命记十四章 二十三节讲到的 既然要奉献 要献祭 那是一个操练 敬畏神的一个方法 一个人懂得敬畏神 他自然生命就被改变 所以在这个 不可雕刻偶像的 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看见 不单单是不可以雕刻偶像 摧毁那些 那些错误的那些 偶像的那些 敬拜 而且要在神指定的地方 用合神心意的方式 来释奉神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 这种献祭 也是一样 要知道那个献祭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很重要 那么第三件呢 讲到不可妄称主的名 这不可妄称主的名 也很重要 上帝的名字 代表上帝的属性 我们从圣经神学里面看见 神逐步的启示 我们怎么知道 神是为什么样子的神 那我们看见 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的 互动之间 让我们认识神 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 祂借着宇宙的旺物 宇宙的存在 来告诉我们 祂的大能 祂的创造 但是祂个人的属性 到底是什么 祂是不是一个很凶的 祂是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 非常功利的一位神 祂是不是一天到晚 在那边 眼睛盯着我们 随时要刑罚我们的 还是一个 祂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无所谓 无所谓 什么都好 神到底怎么样 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的 互动之间 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 而神的名 跟祂的属性 透过神的名字 来认识祂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祂叫我们 不要随随便便的 望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字 这是一样 因为神的名是圣洁的 你随便称呼祂的名字 代表一个不敬畏 不敬解 那个态度 所以祂怎么样 祂禁止我们 用上帝的名 来起假事 我假话不算数 我奉神的名说 你要信了吧 信神 这种虚伪的 假神之名 来做的这种事情 神不可以 禁止 把神的名 好像在这个 这个 异端邪 邪教里面一样 好像变成一个 咒诅的名 咒诅的一个方式 弄到神的名字 来咒诅你的 不可以 也不可以用 耶和华神的名 来称偶像 这个 他们盖金牛土的时候 说这就是 带我们出埃及的神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做 也不可以 把它像口头山一样 动不动 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 这样子随便叫 不行 那么 假先知也是一样 耶和华神告诉我们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在 以西节耶和华中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 是他们自己随便 随 己心发预言 然后说是 耶和华神做的 这是神所言 这叫做 这叫做 忘称耶和华神的名 其实这个现象 到今天还是有 今天我们有多少看见 有一些自称为 这一个时代的先知的 什么末后的大先知的 有时代的大先知的 然后讲的一些预言 都没实现 神告诉我什么 小心 这是忘称耶和华神的 你的 你所讲的预言 没有实现 也就罢了 但是你指着神 说的预言没有实现 神在为你付代价 这忘称耶和华很严重啊 这是世界的第三条啊 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 说随随便便的就讲 以耶和华神的名字怎么样 还有美国人啊 有的时候他们讲 讲这个 他们的口头禅 动不动就是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好像认为那是很奇特的事情 不可以 这是很轻乎很随便的一种 讲话法 我们要尊神为大嘛 那么整天讲说 敬畏耶和华神是什么概端 然后在生活里面随随便便 这是不对的 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强调 我们跟神之间好像爱啊 朋友的关系啊 恋人的关系一样啊 所以我们就随便了 错错错 人永远要知道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对于创造者 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 就是说你不可以随随便便 你如果奉耶和华神的名字 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随便亵渎 哎呀有的人讲说 我生气了 我赌气了 耶和华神 你这做什么 不好 这是失去了敬畏的心 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尊神为大 耶和华的名字 在显示祂的属性 你知道 I am who I am 神是自有拥有的 后面有很多 耶和华 拉法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是我的荆棋 耶和华是我的医治 祂的名字的后面 都代表了神的一些属性 我们要很敬重的 耶和华以乐 在耶和华必有预备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借着祂的名字 用来让我们认识祂 所以不能够轻忽随便的 甚至于利用 冒用祂的名字的 这都不可以 所以如果谈到这个耶和华 这个不可忘成耶和华神的名字 后 圣经里面在律法里面 有一些经文规定 就是许愿 许愿是指的耶和华名神 许愿 许愿一定要 被约束啊 许了愿 就要去完整这个愿 不可以说 随便说说就算了 无所谓了 不行啊 但是这些许愿呢 圣经也非常体贴人的一个软弱 所以它有一些规定 它譬如说 你年幼的 年幼的人 这个 在父家的时候 你许愿 你不懂事 小孩乱讲话 父亲可以 终止你的愿 做妻子的 当时的做妻子的人 受教育的机会不高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 处理的问题 随便许愿了 丈夫可以终止他 你可以看见 他在这些 在这一个 《明述记》三十章里面 特别规定了这些 许愿的这一些 规定 规定里面规定 有哪些人 你的许愿 但是有哪些人 可以把你废置 也就是说 你不清不楚的 你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 你茂然的许愿了 那个比较清楚 知识清楚的 要教导 可以停止 而神 不会因为这样的许愿 没有特别的 遵守就行法 那看见神温柔的 很慈悲的那一面 但是也给人警告 不要在神面前 随随便便 所以《生命记》 你譬如说我常常看到 那个宣道年会的时候 大家要募集宣道基金 常常发出一个认线卡 认线 我今年 现在还拿不出来 但是我今年 每个月我要奉献多少钱 或者今年我要奉献多少钱 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在神面前的许愿呢 你不奉献没有罪啊 但是你如果许愿了不做到 那是你在这位独一的真神之前 冒失 随便 这不好 所以我过去在福祉的时候 我常常在一间教会 我常常提醒他们 到了年底 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啊 你们在神面前许愿了要做到 不要轻轻呼呼 无所谓 宣道年会的时候 募了一大笔基金 结果到了年底一算 只有百分之六十回来 那百分之四十哪里去了 那圣公做出去怎么样 教会自己啊 挪支金来补贴 不对 要提醒弟兄姊妹们 不要冒失随便 居然许愿了就要去做到 另外这边也谈到一些 人还一些特许的愿 这个 你可以像神讲说 我要奉献 这个 牛羊 我要特别奉献 这一个房屋 我要奉献土地 这些做法 你有这样 在神面前许愿是好的 但是你要许愿了之后 你就要做到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在列位记第27章里面 这边有许多的告诉你 该怎么做 你譬如说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 要按你所估的价值 归给耶和华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你如果说 你所许的人 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家人 甚至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 你小孩子神也可以 你那个时候的家长 可以为小孩子许愿的 但是你许愿怎么样 要附上这个 这个人生的价值的 他说你固定 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丁啊 要按锁着并 固定 架营 五十社科了 我许愿 要做 什么事情 献个人 你要固定 一个男子的 要五十社科了 五十社科了 其实不便宜 一个人啊 一个月大概才一社科了 五十社科的五十个月 四年多的工作前啊 那么你如果是女人呢 三十 这其实跟当时的 劳动力工作力有关 那么 你如果是五岁到二十岁呢 男的二十 女的十 那你如果是 一岁到五岁的 男的五 女的一 一岁到五岁 怎么会自己许愿呢 很显然是他的父母 已经为他许愿 但是你就要做到 这情况 那六十岁以上的呢 男的十五 女的十 六十岁的 劳动力已经比较差了 所以你既然有神许愿 你就要做到 你可以做到 那如果我以 深处来许愿一下奉献给神呢 他这边有一个经文规定 很有意思啊 第十节说 他说你所许的弱势深处啊 第九节 立位记二十七章第九节 就是人献给耶和华共母 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 都要成为圣 你要愿意许愿 把这个给神 你就要给 人不可以更改 可不可以改换 也不可以更换 或是好的换坏的 或是坏的换好的 若以深处者 若以深处更换深处 所取的与所换的 都要成为圣 耶稣说怎么样 你说我愿意 要献一只牛 给神 那你就要做啊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个牛太好了 这只牛很贵重 我找一只差一点的来换 不可以 那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我献了一个给神的牛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个牛不太好 我想拿更好的来换 也不可以 你如果要这样做 原来献的 跟你后来更换的 都变成圣的 都归给耶和华神 这有的时候 我们有点不太理解 说 献给好的 想换坏的是人心险恶 这个可以理解 那我原来献的不够好 我愿意献个更好的 为什么也不可以 其实这个更可以 撤出你的动机 原来的不好 但是我愿意拿个更好的 结果更好的 跟原来不好 都献给神 我的动机更纯真 所以这是好的 神要的是这样子 神看我们那个态度 以色列人可以献房屋 因为房屋跟土地不一样 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归神的 土地是以色列神分贝 你不可以随便献的 但是房屋可以 但是你献房屋之后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说 哎呀我献房屋拿回来 你要加五分之一 赎千计的那个规定 就出来了 那你说我承受为业的地 这个十六节讲到很久 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地 几分地分别为圣 承受为业的地 是一代传一代 你不可以买卖的 但是 你也不可以给别人 但是我说我献给神 而且不是全部 几分 几分地献给神 这种情况之下呢 是可以 你不可以全部的献给神 因为你后代的人 要靠你这个 一代一代传下去 但是你几分可以 你买卖来的 这些非是承受的呢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拿去给神 你看他对于这些规定 都很清楚的 然后他也规定 凡动物中啊 牲畜中 头生的 无论是牛 或者是羊 都归耶和华 谁也不可再分别 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了 以色列人 从神领受的律法里面规定 所有头生的 都是属于神的 以色列人 男人头生的 要付出赎价 足引出来 立为人代替 所有以色列人 头生的 所以既然他已经是 属于神的 你怎么再把它献给神 他本来就是神的 所以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种 从这种 地方的规定里面 给我们看见 那个许愿的 那个规定啊 在神的眼中 看很重要 所以不可妄称 耶和华神的名 也是一样 你不可以指的 耶和华神的名 许下的一些东西 你却不做 这有这么多的条文规定 让你能够去明白 详细的细节 在讲义上面 都写得很清楚 各位可以明白 那我把大原则 向各位来报告 那么有关于 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秘密 关于许愿的这个部分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 明述记第六章 所讲的这个 拿细尔人的愿 拿细尔人的愿 是什么 我们知道服侍神啊 神特别拣选 立位之派来 亚人的后一旗子 是专门服侍神的 但是这个好像变成 某一个族群是特别的 现在神也给他们一个 拿细尔的一个条例 就是有一些人如果说 我也愿意 分别我自己为圣 来做神的圣工 其实刚开始拿细尔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是 参加圣战 去当兵打仗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的 这样 有这么一个现象 而且有的时候 最早的拿细尔人的条例 也是一样 是终身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 慢慢变成 可以是一段时间的 犹太的 这个律法里 这些解经里面讲说 三十天可能是一个规定 我说三十天出来分别为圣 做神的工 被神所裁减 这叫拿细尔人的条例 这非利为人 非祭祀人 一般人都可以这样做 那拿细尔人的条例 有三个主要的规定 第一个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所有跟葡萄有关的 这样子的一些食物 你都不可以吃 第二个 你不可以剪头发 头发在 古时代的人认为 那是生命力的一个长现 那属乎神的人 你的生命是归给神的 你不可以剪 第三个 不可以接近史诗 史诗是误会的 你既然要圣洁分别为圣 归给神 那你就要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拿细尔的条例 也规定得很清楚 你可以 在神面前许这个愿 但是你许这个愿的期间呢 你就要做到 你除了做神的圣工之外 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喝清酒浓酒 就是基本上 不可以让自己搞得 这个神智不清 失序 不圣洁 不可以 第二个 你头发不要理 这是一个记号 让人看见 这个是长头发的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 第三个 你必须要 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 与误会 特别是史诗的误会 隔离 这个对拿细尔人的规定 超过对利维人 几乎达到了 对于大祭司的 这个规定一样 那么如果说 我在这个拿细尔人的期间 突然之间 我的旁边有一个人 死掉了 那我就不竭尽 不竭尽了 你就要 为这个不竭尽 在神面前 献赎千计赎罪计 然后你的拿细尔要中断 以后 再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再重新开始计算 所以是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作为 这是一个很重要 这就是表示说 你既然许愿了 在神面前 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要认真的去做 那么今天 我们在神面前 是不是有许愿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有在神面前 许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每年新年的时候 我们许愿 今年我们要 每天都要领修圣国 每天都要好好读经 我今年要把神的话读一遍 这也是个许愿 你有执行吗 还是你做了一个月 两个月 就忘了 就算了 无所谓 明年再来 不好 你看这些条例 这些规定 让人跟神之间 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 那是个敬虔的 那是个端庄 那是个认真的 我今天 我今天 拿希尔人 在今天这个新约的时代 我们都已经是 是 是属生的子民 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了 那拿希尔人 其实今天来看看 你有没有许愿服侍神吗 这服侍神 不一定指全世间服侍啊 我在教会 接了一项圣工 我有没有认真的做 我没有分别自己 为神出来 我没有很敬虔的 知道我的生命属乎神 我不敢随便 我不要 沾污 玷污这些 这些罪恶的事情 专心的来服侍神 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听说以前 有一个传道人 接受过一点神学装备 圣经比弟兄姊妹 熟悉一点 每个礼拜天 教成人主族学的时候 随随便便 弟兄姊妹都看得出来 到了上课时间之后 你圣经也不带 到了这个课堂 随便拿一本圣经过来 上个礼拜讲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往下讲 弟兄姊妹一听就知道 你这一整个礼拜 你都没准备 你连讲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这种态度不好 有一个诗会的同工 常常在诗会的时候 词大 为什么 哦 口才很好啊 中英文能力都很强啊 恩赐很强啊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早上出门的时候 孩子有事嘛 太太有事嘛 你 几个月才有一次诗会 连一次服事的机会 你都不能够做好准备嘛 明天要失会了 今天要不要特殊准备一下呢 真的早上有突发状况 发生的时候 敬前 有今世和来生的应许在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 跟神之间有一个 更正确的敬畏敬前的态度 所以你从这个不可望称耶和华神的名 其实后面带来的就是一个尊神为大 尽为此那个态度 所以今天这第一堂课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十届的这个前三届 然后我们会有三堂课 来讲十届的相关经文 然后我们再有时间来谈这个 一般的民事律法 词汇律法 最后我们会有几堂课 我们来谈这个圣解律法 那把这个摩西五经的 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有些相关的规定 有些难以明白的 跟大家来报告 我想这堂课查经的方式 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二十四堂课 历史书已经去了十二堂了 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把一些难题 跟大家来报告 各位自己能够读明白的 所以我们讲义上都有写 各位就可以去明白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这些书卷的查考 希望大家能明白 我再提醒一下 如果你需要讲义 请你跟神经之光基金会 的网络来联络 那我们会 把这些资料 用这个email的方式 寄给您 您就可以拿到 或者你在网络上 他们下面有一个 这个网站上 下面有一个地方 你点击进去 你就可以看见 我们的讲义 那么跟着讲义 来听这个课 会更容易明白 愿上帝赐福 让我们借着祂话语的明白 能够尊神伟大 那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在祢面前感恩 谢谢主 祢让我们 借着祢自己所启示 按着祢启示的进程来明白 圣经是一致的 你对于以色列人当年 所做的吩咐 今天仍然成为我们的帮助 跟提醒 愿主带领我们 在白白的领受救恩之后 在祢的恩典之中 活出和祢心意的生活来 以至于我们可以 预备好自己 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 也把这个属天的福分 带给我们周遭 还不认识祢的人 使人与我们 同得福音的好处 愿主祢自己 诗恩赐福带领 我们在祢面前 合祢心意的事奉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